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圣民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也曾别血宫廷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诈血与心疯 让我们翻开大法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 王爵仁著作 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接草鲜花便被抽 龙争胡斗几时休 抬头五月处 再看凉堂 进寒州 给您血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茶馆至 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啊 咱们说到大厦将清 随朝国左将近 金国英雄 大唐平阳公主 不是以后啊 这个卖冰棍 不要趁我说话的时候说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 在李渊挥舍南下 吸进观中的同时 咱们这位胆识过人 志勇双全的平阳公主 在长安附近都干了些什么 大约13年5月 也就是李渊起兵前起 在长安任职的柴少 李渊的女婿 平阳公主的老公 收到了这个李渊 托人送来的一封密信 让他火速的赶往太原 接到即将举世的消息之后呢 柴少既感到兴奋 又感到喜悦 同时也感到了一种 强烈的不安 他担心的并非是 起义能否成功 而是他这一走 这媳妇怎么办 爱如花似玉的美娇妻 在家里怎么办呢 柴少不得不向平阳公主 吐露了自己的不安 尊公举兵 我老丈这就要 带兵打仗去了 是吧 这带着我一块去造反战 我们一道同行呢 不大可能 你独自留在这里 有危险 你说怎么办呢 这事平阳公主 不假思索 郎君只管塑星 你去就行了 是吧 我一妇人容易藏匿 会自己想办法 你不用担心 就这么着 柴少走了 可是平阳公主呢 没有远逃异地 也没有就近躲藏 而是做了一件 让柴少李渊 以及其他所有人 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干什么了呢 平阳公主啊 在长安城附近 也举兵了 她第一时间赶回 位于户县 也就是今天陕西 户县的这个庄园 变卖了所有家产 然后用这笔钱 开始招兵买麻 积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一方面 响应李渊的进阳起兵 同时又做李渊进兵 观众的内应 当时的长安附近呢 已经有多支变民军 在活动了 是吧 其中势力最大呢 有两支 一支呢 是李渊的堂弟李神通 长安辖士 是另外一支十万宝 部仲呢 大概是一万多人 另一支呢 是这个 新玉商人 和攀人的便民军 部仲呢 有三万多人 除此以外 小谷便民军 还有李仲文 这是李密的堂叔 向善志 邱施丽等等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 平阳公主的判断和行动 与他的父亲李渊如出一辙 那就是建立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这时候平阳公主 说实在 你募兵能募的多少啊 是吧 几百个 几千个 也大不了了 真上万了 你也没法跟人家 这个对阵呢 是吧 这个平阳公主 对形势的判断是这么着 李神通啊 反正那是自己人 这没有问题 是吧 李渊的堂弟嘛 这没问题 自己的这个叔叔 这没问题 李仲文等人呢 势力不大 可以 先撂到一边不用管他 当务之急 就是说服和盘人 表面上和其结盟 实际上呢 是把他收编掉 那既然主意已定 立刻派遣家童马三宝 前去游说和盘人 对他小以厉害 和盘人听说 李渊即将入关的消息 他也意识到 只有与平阳公主结盟 才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 否则说 李渊一旦入关 关中可绝对 没有自己和盘人的立足之敌啊 他只有三万多人啊 他能达得了李渊吗 经过短暂的权衡之后 和盘人做出了选择 归附平阳公主 和盘人归附之后 平阳公主当即命 他与李神通 联兵进攻护线 迅速讲起功课 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此后呢 平阳公主啊 又命马三宝先后 说服了李仲文 向山志 邱石利等部 至此 长安附近的便民军 全部都投到了平阳公主 会下 李渊可全没料到 他的兵风尚未进抵关中 他女儿就已经在 隋王朝的心脏附近 狠狠地插着这么一颗钉子 此后呢 隋朝的长安留守 频频派遣军队 前来进攻护线 却屡屡被马三宝和和盘人击败 当李渊的军队 一路势如破竹地 向关中挺进的同时 平阳公主也在长安外围 攻城掠地 先后攻克 周治 武功 史平等地 一时间呢 升为大振 平阳公主 治军严明 所到之处 对老百姓是秋毫无范 随远郡少壮 纷纷奔赴她的议题之下 步众迅速增加到了七八万人 平阳公主随后呢 把她在关中举翼 节节胜利的消息 送到了李渊的军营中 李渊一听这消息高兴啊 哎呀 我这个闺女不是一般人啊 太开心了 是不是 闺女也厉害 儿子也厉害 女婿也厉害 你说碰上 这么 这老战人当然多是放心的 李渊渡黄河之后 立刻命令柴少前往南山 就是秦陵 迎接平阳公主 李世民进军魏北时 平阳公主与柴少 率精锐一万余人 北上与她会诗 在围攻长安之前 李渊授予了平阳公主与柴少 各执幕府的权利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他们俩 夫妻可以各自拥有 自己的窒息不对 哎 你说这夫妻俩干账 有意思啊 这要是闹点什么矛盾 这可不是说什么 拿着电脑笔记本 什么走的问题 这夫妻俩 要是干起仗来两人 对不对 你攻我攻 多好玩啊 但是咱们说 他们俩不会 平阳公主所率领的 这支部队 番号是什么呢 娘子军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支有正式建制 及正式番号的娘子军 而平阳公主 也从此成为了 中国历史上 最杰出的女性军事统帅之一 今天呢 位于山西河北两省 交界处的太行山脉西侧 有一座明文天下的关爱 那就是长城第九关 娘子关 这个关呢 原来呢 叫维泽关 正是因为平阳公主 曾经率领娘子军 驻扎于此 所以改为娘子关 大夜十三年秋天 长安上空 乌云低垂 无尽的落叶 在长安坊间 气气惶惶惶的飞舞 像极了藏礼上 漫天飘洒的纸钱 隋朝行不上书 经召内使魏文生 望着天空中越来越浓重的阴霾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 七创的长谈 黑云压城 城欲催 长安的末日 这就来了 那隋王朝的末日 还会远吗 魏文生最后终于在一片 难以排遣的抑郁 和哀叹当中 是一病不起 经召内使 就是目前首都 长安当中的 最高行政长官 如今这个身负重任的 老臣倒下了 守卫长安的职责 便落在了 左翼卫大将军 尹世诗和经召郡 程古仪的肩上 当然了 还有那个名义上的 西京留守 年仅十三岁的 戴王杨幽 发开凉夺 各表一支 这时候呢 咱们再转过头来 瞅一瞅瓦岗这方面 大爷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号的晚上 在落水边上 一支军队 正在夜色的掩护下 那紧张的赌贺 向李密助手的 落口方向 激素的前进 王史冲一马当鲜 神色凝重 这些日子 他一直在思考一问题 这李密啊 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对手 此人来到瓦岗不久 就夺取了领导权 短短半年 步众就发展到了 数十万 接连占据帝国的 三大粮仓 让洛阳守军焦头烂额 令大河南北的 官军呢 是温风丧胆 被四方变军 推举为盟主 哎呀 和这样一个对手过招 自己能夺赦胜率 王世冲赶了一片茫然 是日夜深 王世冲的部队 进驻黑史 今天河南拱县南防 次日清晨 王世冲留了一部分 兵力守卫大营 亲率精锐在落水 北岸布阵 李密接到战报 立刻帅步迎战 瓦岗军刚刚渡过落水 还未站稳脚跟 王世冲就下令 严阵以待的士兵 发起进攻 结果瓦岗军大败 士族纷纷落水 包括那个曾经建议 李密西境关中的柴孝和 也在这一战中 溺水身亡 李密大怒啊 一边集合步兵残步 命他们退保岳城 这是防卫落口仓的要塞 一边亲率精锐骑兵 直奔隋军的黑石大营 结果呢 就出现了一个 非常戏剧性的场面 王世冲追着瓦岗残步 往北去 准备进攻岳城和落口 这是打瓦岗军的 这个大本营 而李密呢 带着骑兵往南跑 准备端掉落水 南岸的隋军大营 两人就跟着阴阳云似的 就飞里要取 好像感觉双方 没怎么接战 就各打各的 不过这么打 王世冲肯定吃亏 为什么 因为李密的岳城啊 经营日久 城防异常的坚固 可王世冲黑石大营 却是昨天晚上刚刚见的 绝对经不起 李密的冲锋啊 果不其然 李密的骑兵 刚刚攻上去 兽营的随军 就慌忙燃起烽火 而且怕王世冲看不见 一点就点了六根 正在围攻岳城的 王世冲顿时傻的眼了 坏了 他此次出征所带的 这个粮草物资 自重 可全都在黑石大营里边 这样让李密给烧了 那我就完了 王世冲不得不匆忙解围 回尸自救 李密一看 唯唯救赵之策成功 立刻回头是迎击王世冲 由于随军仓促回尸 奔跑之中 早已经散了阵型了 而李密所率领的 都是麾下最精锐的骑兵 所以此战 王世冲大败 被杀死三千多人 这一战呢 是王世冲和李密的 第一次较量 结果让王世冲 得出一结论来 李密是个可怕的对手 落水战败之后呢 王世冲一直紧闭迎门 一连十几天拒不出战 说实话啊 王世冲这会儿 已经对李密 产生一点恐惧心理了 前方的王世冲 按兵不动 东都的岳王杨童 心里马上就犯嘀咕了 皇上把你从江都 调到这儿 可不让你来度假的呀 何况又给了你 节制各军之权 你王世冲 要是当了缩头乌龟了 你说这账怎么打呀 于是杨童天天派使者 往黑石大营去 说是慰问王世冲 实际上是催 哎呀 王大人呢 什么时候出战呢 是吧 王世冲迫于无奈 只好给李密啊 下了一道战术 11月9日 双方与贾石子河 就是河南拱县 东南落水的支流 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会战 此战 李密全军出动 京旗南北绵延达到数十里 两军列阵之后 瓦岗军的前锋宅让 首先对随军发起攻击 结果一战击溃 迅速往后退 王世冲奋起直追 不料却一头 钻进了李密 给他张好的口袋阵里 王世冲刚刚冲到 瓦岗军的中军前方 王不当和陪人机 就忽然从两翼杀出 横切他的军阵 生生割断了 他的后军与千军的联系 而李密则亲率重军 猛攻他的正面 随军被切成了两段 首尾不能相顾 而王世冲有三面兽敌 势众失去了指挥 煞时间溃散 王世冲拼死突围 扔下了无数士兵的尸体 带着残部 往膝而逃 从军事角度而言 瓦岗军的战斗力 绝对是一流的 但是从政治上来讲 瓦岗集团的内部 却始终潜伏着 一个巨大的隐患 那就是权力结构的 不稳定性 说白了 就是谁不服谁 在这点上 李密比任何人的感受 都更加深刻 所以他不得不睁大眼睛 对周围的人和事 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大月13年冬天 最让他担心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有一小村人正蠢蠢欲动 试图挑战他的权威 准确的说 这是一个小集团 而这小集团的核心人物 就是瓦岗寨 过去的领袖宅让 宅让从一把手的岗位上 退下来之后 日子倒是也过得轻松自在 仍然挂着司徒的头衔 过去的弟兄们 照样尊重他 衣食住行 待遇一点都没变 还是大当家的 宅让本来就没有 问鼎天下之志 对于权力也没什么野心 所以退去二线以后 我一直很享受 这种养尊处优 闲云野鹤的生活 什么事也帮自己操心 不愁吃不愁穿 人生至死 夫妇何求 宅让时常在心里 发出这样的感慨 然而宅让可以满足于 这种闲云野鹤的生活 他身边的人 却不满足于 让宅让的就此大权旁落 跟着宅老大出来混 就是图大富大贵 而今老大你 早早退居二线 在家里 是吧 斗鸟 这个玩鸡的 是吧 把军政大权拱手 送给了李密 你这算怎么回事啊 你自己不要富贵 不打紧 兄弟们怎么办呢 说我们还想发财呢 跟了你这么些年 结果的竹篮子打水 一场空 你这口气 大伙怎么咽得下去啊 所以宅让让权 这件事啊 自始至终的 都让他的手底 人想不通 司马王若信 就一直劝宅让 从李密手里 重新把权力夺回来 自立为大中宅 总揽全局 可宅让的一口回绝了 一看宅让这么不争气 他的老哥 时任驻国的 这个行阳宫宅宅 马上跳起来了 哎呀 这个宅老哥 可是个粗人 说话从来不扰万 一开口就喊 皇帝你应该自己当啊 你凭什么让给别人呢 你要是真不想当 那是皇帝我当吧 宅让文言大笑 他把老哥的话 当成笑料了 可是这句话 很快就落进 李密的耳朵里了 在李密听来 这可不是笑料 这是一巨大的威胁 李密全身的神经 立刻绷紧了 此后他的左长使 方燕早 又向李密 禀报了一件事 方燕早说 他前不久攻克 汝南军 就是今天河南汝南县 宅让曾经让他 向他警告说 我听说你在汝南 得到了大量金银财宝 却全都送给了李密了 你什么都没给我 李密呢 可是我一手用力的 以后的事情 如何还很难说呀 言下之意就是你 我既然可以立李密 我也可以废李密 方燕早和左司马正庭 就劝这个李密 干脆把宅让干掉得了 他们说了 宅让贪财好利 刚愎自用 又不讲仁义 根本没把您放言 应该早做打算 而李密说什么呢 现在局势不稳定 如果自相残杀 会给远近什么榜样 郑婷说了 毒蛇遮首 是吧 这个壮士断腕 为的是固权大举 万一宅让抢先下手 你后悔都来不及呀 李密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就这么着下定了决心 11月11日 李密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邀请宅让宅洪和他儿子 司徒夫 长使宅猛猴 司马王如信 一同赴宴 期间有陪人及郝小德陪坐 方燕早和郑婷 往来张罗 宅让背后则站着 善雄信 薛世纪等一干示威 众人一坐定 李密开口就说了 今天宴请高官 不需要太多人 左右留几个人 伺候就行了 说完 左右的侍卫就都走出去了 可是宅让身后的善雄信 徐世纪可一直不动了 没有宅让的命令 他们不会动的 李密和房燕早对视了一眼 房燕早连忙 对着笑脸就说了 说哎呀 今天大家要饮酒作乐 天气又这么冷 大司徒的 为什么都辛苦了 请主公赏赐他们酒食吧 李密瞟了瞟宅让就说 哎呀 这不太好吧 这得请示司徒啊 宅让呢 这时候 因为他这个人呢 没有多少成福 啊 一声干笑 哈 好啊 随后房燕早就把 善雄信徐世纪等人 给领出去了 宴会厅里 除了主宾数人之外 就剩下李密的 一个带刀侍卫 蔡建德了 众人寒暄片刻 蔡还没上齐 李密就命人 拿了一张新造的梁工出来 说呀 宅司徒啊 你看这张工啊 是新造的 好工一把 你来试试吧 这个宅让大老粗啊 他但是呢 他特别喜欢这些武器 宅让就接过这个工来了 把工呢 拉了个满线 是吧 刚拉满 李密就给 蔡建德呢 使了一个眼色 蔡建德突然抽刀 从宅让的背后 一刀子砍在脖子上 宅让一头就栽倒在地上 从鲜血喷涌的喉咙里 发出了牛喉一般的惨喉啊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蔡建德就已经把蔡红蔡萌猴和这个王如信三人全都砍死 外边厢房里 单雄信 徐世纪等人一听了个嚎叫 马上知道怎么会是 跳起来 夺隆而逃 跑到大门口的时候 徐世纪被守门的卫士砍伤了脖子 王八蛋从远处看见大声喝令卫士 住手 单雄信等人慌忙跪离求饶 其他的侍卫们惊恐万壮 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李密赶紧走出来了 高声道 我与诸君同起一兵 本来就是除暴平乱 可是司徒却专横贪虐 欺凌同僚 今日只诛杀翟姓一家 与诸位没有干系 说完命人把受伤的徐世纪 搀扶进去 亲自为他服药 翟让的部中 封门翟让已死 都准备各奔东西 李密先任命单雄信前去宣位 随后自己单人独棋 进入翟让军营 一再劝位 终于把这帮人给说服了 然后命令徐世纪 单雄信和王八蛋 分别接管了翟让的部中 至此 整个瓦岗军营的恐慌和骚乱 这才逐渐的平息 翟让至死 这是瓦岗高层权力斗争的 一个必然结果 也是集团内部矛盾的一次 集中体现 从表面上看 李密成功消灭了 内部最大的一支一己势力 顺利收编了翟让的心腹和部中 使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得到了巩固 可实际上 瓦岗内部的隐患和不稳定因素 并未就此消除 反而又愈演愈烈之势 因为经过这场流血事件之后 李密身边的将历 都变得人人自危 几乎每个人都在担心 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宅让 一种看不见的忧虑和恐慌 就像一场可怕的瘟疫一样 从此在瓦岗军中迅速的蔓延 那么瓦岗军 接下来的命运 又是如何呢 与之后是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